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给大家带来 崩坏新穷铁道2.1最新活动攻略 崩坏新穷铁道新间旅行活动介绍 铁道一周年大富翁铁道2.1 信啊会收到 首先是新穷列车一家人 大家把这一个对话 对话完了之后呢 会收到一个寄给无名客的包裹 这就是我们那个新间旅行的这个活动 来我们回到这个车厢啊 来找这个包裹 好你们大家对话之后呢 这个界面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底下这个进度条呢 是我们个人的贡献 我们拿鼠标拖动这个进度条呢 大家可以往后看 最高呢是这个1000万 全部到达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了 那这个贡献度怎么弄 等会跟大家说 那接下来上面这个大界面呢 大家看到这边是 全副玩家的一个贡献进度 现在是3.4% 然后的话呢 到了25 50 75和100的时候呢 都可以获得这个奖励 所以说大家都猛冲 每天都上来玩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游玩方式啊 就是点击这个来 来一盘抢手棋 那么每天上线 第一次游玩之前呢 会给到我们一个启动资金 普通的投资和一个遥控投资的数量 点击进度之后呢 右下角会有这个普通的投资 然后包括这个遥控投资 遥控投资的话 想遥多少个都可以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右下角点击奖励 来看我们目前还有哪一些 这个项目没有完成 这个探索地图的话呢 比较简单 通过区域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是这个购买土地 收集奇遇 还有这个累积头投资 那主要说一下 这个购买土地和这个奇遇 大家在这个界面可以点击着我们这个地板 来查看这是一个什么格子 打个比方说 大家到最后 其他的奖励全部都完成了 就是差这个土地格 还有一些没买 那我们就可以适当地用一下 这个遥控投资 来让我们这个角色 必定走到这一个土地格上 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包括右下角呢 大家还可以看这个地图总览 中间不是会出现这个选择路线吗 我们走哪一条路线 那大家就可以打开这个地图总览 来这边看一下 那看一下这个路线里面呢 都有哪些选项 那大概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然后右下角一直摇头子 一直往前走 每天记得上线 把这个头子都给它用完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达终点之后呢 会开始这个测试啊 每一轮测试的话 里面是有四道这个测试题 那这边这个测试题的话呢 大家随便怎么选都可以 选完之后呢 在左边大家看到 还可以看到全服的人 都是怎么选的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测试给它做完 好那这边测试结束之后呢 在右下角 大家看到多出来了一个报告 我们刚刚是完成了四个这个测试题啊 五十个测试题完成之后呢 还可以拿到这个六十星穹 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是右下角这个好友里面 大家给这个好友点赞的话呢 我们可以获得重抛硬币的次数 大家看到 每天记得点三次赞 把这个重抛硬币给它拿满 那么最后右下角头子全部用完就可以进行结算 好那我们一天 大家看到 我们把全部的头子都用完之后呢 又可以进行贡献了 好 把我们今天这个贡献完 那今天这一天的话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大家不要忘记把这个奖励都领一下 好进去把刚刚自己完成的这些奖励啊 都给它领一下 那接下来呢 就是等这个头子刷新倒计时了 14个小时25分之后呢 大家记得再上线 把手里面的头子再给它这样子去用完 直到最后领完全部奖励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活动 但是奖励给的也特别多 那祝大家可以早日领完这些奖励 记得关注再走哦